大家好,各位汤姆的网友,大家下午好,欢迎收看本期汤姆娱乐访谈,我是主持人邵阳,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我们请到了张丽颖,有请丽颖,你好,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些特别的嘉宾,他们是通过我们的汤姆梦想实现器来到了现场,有请起来,你好,很高兴在这里能见到中国的歌迷, 对,觉得很意外吗,真的很意外,就是我一直都非常的就是喜欢他们,就是这样支持我,嗯,那在这里中国的歌迷跟韩国的歌迷在你心里当中有什么不同吗,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歌迷跟韩国的歌迷都差不多,因为他们都是爱自己的就是明星啊这样,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份心情,我都非常的感谢他们这样关心, 嗯,那这次回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嗯,那我回到中国做的第一件事情呢,就是见到我的父母,哦,去见我的爸爸妈妈见,嗯,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嗯,差不多有,呃,六个月没有见到他们,哦,然后这次第一次见到他们,就是回韩国,就一直准备我的专辑,所以很忙,嗯,然后一直没有时间,那么,其实这次回来的时候就是有时间,所以我去看望了他们 嗯,我知道丽莹这次回来在祖国发行了首张专辑,心愿,我们看一下,哈哈哈,很棒,里面有十二首歌曲,对,嗯,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吗,呃,心愿这张专辑呢,就是一共有十二首歌曲,嗯,然后,这张专辑是,它的风格是特别的多元化, 啊,然后,有三种风格一般来说,就第一种就是我特别喜欢的R&B曲风,对啊,因为你是在韩国素有,十六岁就到了韩国,对,十五岁,十五岁,十五岁啊,哦,更正下十五岁啊,也有人在一直网上好多人都在说,因为有的人说你是十六岁,也有人说十五岁,哦,确定是十五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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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说的,R&B新锐歌手。 然后呢,就是第一首歌呢,是R&B曲风,嗯,第二首歌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,就是那种说情歌曲,嗯,然后还有一种呢,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,新的一种曲风,就是舞曲,哦,然后,这张专辑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多元化,就是说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,不一样的,啊,对,多面的, 可以这么说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然后就是主打歌《心愿》里面 我有一点点就是加入一点中国的京剧京剧 对啊 我看到了 有的人还托我问你说 您是不是很喜欢中国的京剧国粹呢 非常喜欢 我觉得京剧是中国人的骄傲 你会唱吗 我啊 其实我就是完整的曲子呢 我不是很会唱 就是原来有听过 比如说梅兰芳这些大师的CD啊 我唱就是听了一些 然后觉得很有特点 但是很难 是你自己要求吧 中国的国粹加到MV当中 其实这个要求呢 是李秀满先生 对 他就是有一个想法 原来就是想 我是唱RMD的 如果加入一点 比如说中国的特色啊 或者是自己独特的一些东西进去的话 就有别于比如说其他一些歌手 所以他就想要不要加一点京剧进去这样 当时呢 我觉得会不会怪怪的就听起来 因为京剧是非常古典的东西 然后又加入到这种流行乐当中去 会不会有很大的这种冲突 但是就是录完第一首歌的时候呢 就是老师 李秀满老师 然后叫我在哪个哪个部分 要加一点京剧 我尝试了以后 听了还是觉得怪怪的 这种感觉 但是后来就是反复反复的听了以后呢 就觉得 只有那个部分是最震撼人的感觉 我在MV当中有看到像韩庚史源都有在亲情出演 对 跟他们合作了这一次 嗯对 跟韩庚还有李延玺 哦 还有崔史源一起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啊 哈哈 就是我这次其实是跟他们一起去上海拍摄MV的 哦这首MV是在中国拍的 对上海一个古香古色的一个城市拍摄 呃 私底下跟韩庚是不是很要好的朋友 嗯对啊 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而且都是很小的时候到了韩国去 嗯 就是平时呢 我们有些时候也可以一起出去逛逛街啊这样 哇在韩国还经常去逛街 对 那有没有被韩国的粉丝认出来 嗯 我没有他被 哈哈哈哈 然后就有些时候我们会约 我们公司的一些练习生这样 嗯 就是都出去看看电影 嗯 然后玩一玩这样 你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啊 我最喜欢看恐怖电影 哇哈哈哈哈 很多人都说 李延是在舞台上也好 还是私底下的访谈聊天看着也好 都是给人一种特别亲切 而且很文静 哇 你胆子这么大去看恐怖电影 对啊 其实我真正的性格是比较直率 哦 然后比较追求刺激的那种 哈哈哈哈 就是说私底下的你还是很活泼的对吗 对啊 比要比舞台上要破辣一些 对舞台上就是少有一些紧张啊 要收敛一些 哈哈哈哈 但是在平时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 就会把我最真实的一面 就展现给她们 因为我知道李延是村妹子嘛 啊 对 那这次回来之后 有没有想回到家乡去做宣传 有啊 就是我会在中国各个城市 就是一直进行我的宣传 就是会去成都 然后四川啊 上海啊 北京什么地方都会去 嗯 但北京这次是你的第一站 对 北京是第一站 我知道李延小提醒拉得也特别棒 还行吧 有没有说想尝试过 把自己演奏的小提琴曲风 加入到专辑当中去呢 呃 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 但是我现在还是一步一步的来 嗯 就是先把我的 比如说 R&B这种风格呢 先展现给大家 嗯 然后以后会多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 我会加入我的舞蹈 然后会走一些其他路线的风格 这样 对 很多人都说你的舞蹈跳得非常棒 其实不是了 哈哈哈哈 一直在努力的摸索当中 对 嗯 那会不会以后会尝试不同的风格 会啊 我就是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希望做一个很全面的这种歌手 歌手 很全面的一个艺人 但有没有想过以后要自己创作呢 嗯 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创作歌曲来说 嗯 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要把一首歌曲 完完整整的表现出来是很难的 但是我现在呢 有在就是练习写歌词 嗯 就是会给会给我们公司的一些什么练习生他们自己做的曲子 嗯 然后我会写一些歌词看一看 这样 你会编一些曲子上面 对 嗯 让练习生他们去唱 对 那以后就把你培养练习称的这种精力编的曲子 可不可以一点点的拿出来 嗯 如果我觉得我的歌词写的就是成熟的话 嗯 就已经达到一个就是可以的水平的话 那就可以 哇 对自己要求还是蛮高的 对啊 那令人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小提琴演奏家 对 他们一直在四川就是教学生啊 然后有自己就是做乐团这样 那你算是出生在音乐师家 对 哇 那是不是你的这些技能啊 唱歌又这么好听又遗传了他们的基因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小时候对我的这种帮助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我学习了 比如说我现在唱歌会比原来有感情 然后在音准的控制上会非常的好啊 嗯 就是因为有了古典音乐的这种基础 哇 对 那种属于古典音乐 那为什么突然想去学流行音乐 而且在那么小的时候去了韩国 其实我从小呢 就是不是很喜欢学拉小提琴 经常就是因为拉小提琴被自己妈妈打啊 被妈妈骂啊这样 但是呢后来我就是听了一些流行音乐 偶然的接触了流行音乐以后呢 我就喜欢上这个这种音乐形式 然后就会模仿一些 比如说最开始模仿的是一些内地啊 或者是港台的歌手的歌曲 那在内地当中你最喜欢模仿谁的 哪位歌手 我当时呢 其实我当时模仿的是李文 哇 能不能在这里 再次模仿一下 哼唱两句 李文的歌呢 嗯 哇 有歌迷说了啊 好吧 没了 没了 没了